6月14日有媒体曝光黄敬鱼王雨昕离婚的原因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画面中黄敬鱼和王雨昕是在2016年3月25日结婚 离婚的日期是在2018年7月17日 这段婚姻只为之了两年四个月 双方已离婚收场 其实王雨昕与黄敬鱼的结婚仪式已经成了很多年 但男方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此前王雨昕在直播间透露 确实与黄敬鱼结过婚 也离了 据媒体透露 黄敬鱼曾答应过王雨昕 会在网上公开向她道歉 但黄敬鱼并没有照做 导致女方很不满 此外 媒体还透露黄敬鱼婚内出轨多名女性 其中张姓女性还公开挑衅王雨昕 黄敬鱼还加暴过王雨昕 导致女方以及精神受到严重伤害 流场好几次 以后生育都很困难 至于为何王雨昕时不时拿黄敬鱼说事 是因为她伤得太深 而且还经常遭到南方粉丝的网报 当初王雨昕也曾晒出被家暴的照片 她身上确实有一些伤痕 到底是怎么来的 也只有自己清楚 最后也希望两人早日解决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